老胖,带个月生活费,我赚你手机账了啊 知道了 有了孩子之后,我负责赚钱养家 而她做起了全职太太 彤彤啊,今天想穿哪一件啊 这一件 这一件,来 你至于吗 平时家务都是她干 我很想帮忙 喂,妈 好,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过去 怎么了 我妈她生病了 我得回去照顾她几天 哦,你放心回去吧 家里活有我 我总觉得做家庭主妇 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我当我真正干起来的时候 才明白其中的艰辛 大夫吃饭吃到了 今天想穿哪件啊 都不要,爸爸 我能不能不去学校啊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去学校啊 就是不想去学校 来来来,船上,又开始迟到了 快船上,快船上 不要,不要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老公,我回来了 妈妈 怎么了这是 老婆,你可算回来了 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非得不愿意去学校 老婆,告诉妈妈 为什么不愿意去学校啊 诚诚说我的衣服臭臭 大家都不愿意跟我玩 哎呦,是不好问 老婆,你怎么洗的衣服啊 我用同样的办法洗的 怎么还那么难闻呢 我走这几天 你是不是没有清理洗衣机啊 洗衣机还需要清洗吗 各位业主 这种滚通洗衣机 长时间不清洗 比马桶多脏 今天老队就教你们 自己动手去清洗 这样的洗衣机 洗衣机超过三个月不洗 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 我建议你一定要试试 这个洗衣机清洁剂 它的除菌率高达四个九 就把它倒入洗衣机里 它是不需要浸泡的 轻松快捷 即使是肉眼看不见的脏东西 也能清洗干净 一个月清洗衣服 洗出来的衣服穿着才舒心